像經常我們有一堆的圖 一堆的圖怎麼樣全部把它放在我們的Excel裡面 不過因為時間關於我大概列講一下 所有的程式通通放在雲端上的其他普通範例裡面的進階 其他普通範例的進階裡面有一個就是 自動批次匯入圖片與超連結 剛好同學他有一堆的圖 我這邊是demo的圖 總共20張當然不只 他每天就一堆圖 他拍照完了 回來插入圖片重檔案 插入圖片 他每天都要做這些 然後也要做超連結 我說幹嘛這樣子 其實很簡單 所以我後來就幫他給他一些範例 這個範例很簡單就是 可以怎麼樣把縮圖跟超連結都加進來 那怎麼加縮圖 不過還可以刪 有些東西不會刪 我把它刪掉 然後比如說縮圖 按個按鈕 全部插入進來 有沒有 他說老師我可能還不只這樣 我還需要超連結 沒有問題 再加一個超連結 縮圖與超連結 按下去 超連結也出來了 有沒有 點擊它 確定 跳出來了 方便吧 所以這樣的話 以後 你給人家東西 就方便了 可能你主管說 你好辛苦喔 對 那你也不能跟他說 對啊 對啊我每天都很認真在做這些事情 很認真地出去拍照 所以其實 那最後你也可以懂得把它刪掉 刪除的話就是 把資料清空 把裡面 當然你要找那個sharp物件 把它delete 全部清掉 OK 其實這個原理原則 也很容易理解 路徑 dir pn 我這個是用png 如果你是jpg 你可能要改一下 然後呢 設定它的寬 把高也改一下 然後去找 把它add 不過這邊會有一個什麼 sharp的 這個sharp的物件 add picture 給它入鏡 然後後面有一些參數 如果你不了解 按一個f1 其實答案就出來了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些相關的參考 如果沒有你再把它複製貼上 有時候它不會連結到 那這樣子 全部就可以把縮圖 跟超連結 全部都把它放進來 其實非常快 我也把這個東西放在雲端上面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有一些細節 恐怕自己回去再試試看 那這一期課程 其實非常想要講很多 但是實際上時間都還有限 另外可能蠻多同學 程度上還是有個落差 不過我還是 該講的還是要講 那只是說你們可能回去 盡量再找時間 把這些東西再做複習 那我們這邊 所有的東西 都在那個教學論壇裡面 包含從第一次到今天 今天的東西我也可以有錄影 所以你過年如果沒有出圓門的話 可以在家裡 這些東西都還會在一段時間 但不保證永遠都在 所以如果你需要它 永遠都在 你自己再把它備份 怎麼備份 我想自己再找一下方法 另外還有雲端的東西也是一樣 那這樣子其實就是一個完整的 就是數位課程了 從第一次到第十次 還有今天的第十一次 好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好 那之後當然 如果你還有學習需求 也歡迎就是說 你們可以那個 就是 點到那個Youtube上面 Youtube上面有個訂閱 那歡迎各位 就是把那個 這就是如果你的訂閱 我會有新的影片 也會直接寄到你的信箱 因為現在Youtube還蠻厲害的 那當然我會最新有update 比如在別的地方上課 有一些新的可能沒講到的 而且你 或者你可能簡單的你都聽 就是前面你沒有 沒有update到的話 也許你可以再補充嘛 反正就是說耳如木蘭嘛 反正聽久了你自然就會了 這東西其實真的需要時間 慢慢慢慢的 可能越來越聽越懂 好像有幾個同學是之前有聽過的 可能會感覺就不太一樣 那還有一定要實作 找範例 然後呢不斷去演練 久了之後你慢慢會越越熟 然後跟VBA成為好朋友 以後你的工作效率呢 就會一下子就提 因為我看到很多同學員 真的成長非常的快速 而且在工作上也得到 應該有的這個promote 感覺上其實還蠻好的 OK 那今天這期的話就先到這裡 拿來吧 謝謝大家 你們就很認真 عليه 謝謝